花林县新城乡从8月1号开始开办 乡民团体伤害保险 保险期间一年 如果因为意外死亡或是伤残失能 最高理赔15万元 乡长何理台说 这是花林县内第一个由乡公所办理的乡民团保 希望能够增加乡民的生活保障 之前新城乡民代表会召开领事会 由新城乡公所提案 推动新城乡意外保险的政策 获得是一位代表人们支持顺利通过 新城乡长何理台感谢代表会的支持 从8月11号到明年的7月31号一整年全部实施 新城乡人口约23000人 乡公所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保障 从纳古塔收入云波 以近200万的经费开办乡民团保 只要涉及在新城乡都可以获得保障 新城乡人和理台表示 乡民团保的保险期间 若因意外或是天然灾害 不幸生故或失能 都可以获得最高15万元的理赔 希望借此减轻 项民们个人或是家庭的负担 也感谢代表会的支持 未来也会争取经费逐年办理 下面代表林国贤肯定 乡公所开办团立保障 也希望能够每年办理 未来能够有机会 能够扩大到受伤以及医疗的补助 根据乡公所团保的内容 项民团保保费由乡公所统一支付 保险期间之内 凡是意外伤害事故或发生前一天 已经将户籍涉及在现在上面 都可以获得保障 若因为意外或是天然灾害 180天内死亡 失能或是连续豁明6个月以上 一期也给付最高10万元的 身故或失能的保险金 保险公司应在通报 申请日期60天内完成理赔 这个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